在这场青年论坛里头 严长寿要让年轻人的梦想起飞 他很感叹地提到台湾既有的教育制度 并没有办法让年轻人 是以准备好的脚步走入职场 所以当你跨出职场的时刻 充满了挫折 而每个人对于他的挫折给予的答案 或有愤怒或有迷惘 或者选择了放弃 他的这个时刻告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恐共并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理解 台湾现在在国际的产业链里头 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年轻人缺少太多探索自己的能力 我最近不是在讲到以色列 大家都在 以色列的大学生都是几岁你知道 都是22岁以后 也就是他18岁以后 第一件事情男生女生都先当兵 你当完兵以后 而且大部分人选择花一年的时间 先旅行世界 最后才回来决定要读大学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他经过了当兵的两年到三年的这个时间 女生两年男生三年 然后在经过这么成熟的地点以后 他还选择放弃马上进大学 他一年的时间知道全世界的状况 然后最后再进大学 你想想看那个学生对教授有多大的压力 他所知道的 说他需要知道的知识 如果老教授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 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的教授 那我觉得要让这个整个社会进步的时候 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 那么英国是高中毕业有一年 一定要叫你有一个gap year 也就是go out and find out yourself 你自己去测试你想要做的事情 到底是梦想还是真实 然后你去测试了发现不会的 赶快转弯 别浪费学费去读了 读那个科系 情愿你转一个对自己有效的 所以有效的学习 才是真正的现在大学应该准备给学生的 如果那个学校没有办法准备你这些 我前几天很伤心 我看到有一个教授写一封信给我 这次当然是一个末段班的学校的大学 那个教授他说 我花了那么大的心血 得到了博士回到台湾 结果我现在有60个学生 但是我平均看到20个人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相片 他照了他学生的镜片 他说有40个学生我不认识 但是认识的这些 现在是这样 他拿相片给我 我面对的是在滑手机的 在睡觉的 在吃饭的 然后他照了这几个镜头看了以后 他说 他说我的挫折感 我根本 我在跟墙壁讲话 所以受伤的还不只是学生 那个教授也受伤 他以为他这么努力地得到了一个教职 是多崇高的机会 最后他面对的是这样的学生的时候 那么你想想看 这个是谁输 大家都输 所以 严先生我在问你 你刚刚提到很多学生说 如果这里不值得学习 学历不重要 学习很重要 有效的学习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答案是说 他在台湾的教育环境 可是他如何突破台湾的教育制度里头 给他的限制 那你特别有创意 如果你是他们 你会怎么样 我觉得要从家长被说服起 你们有没有能力说服你的家长 我昨天正好跟一些老师在谈话 我说你们到底要你的孩子用英文来做举例 你要他有考英文的能力 还是用英文的能力 我们台湾是考英文的能力 所以很多会考英文的不会讲英文 那么这个是台湾真正的灾难 那么如果你不会运用的话 你学的任何一个知识都没有办法变成带着走的能力的时候 那么学的目的在哪里 只是为了考试 所以这个是我们台湾最荒谬的 我无法接受的一点 我们荒废了太多的事情 在那个无创意的十倍答案当中 而事实上的世界 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改变了 台湾的 大家必须从产业来看台湾的环境 我用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 过去的台湾是 美国是我们的脑 它是设计 Adidas的设计 到iPad的设计 都是他们 我们是那个 以前是 做的手 我们是制造 那么现在是大陆替我们制造 我们台湾接单 大陆生产 或者是越南生产 那么也就是那个脑跟手中间 我们现在只是那个中间的人 我们的脚是很容易被取代 因为那个手有一天会被拿走 那么台湾唯一的改变就是 我们必须是那个脑 那么这个教育方法 我们必须是那个有创意能力的脑的教学 绝对不能是十倍数的能力 所以你若是大学生怎么办 你骂我的 他们也不能取代教育部长 怎么办 我要你有发掘问题的能力 有寻找答案的能力 所以他该做什么 你必须要有创意 而创意 在必须要在很广泛的知识的累积之下 你才可能有创意 还有你必须要从你自己的探索中间 寻找你自己的优势 那么你才可能会有创意 如果你现在才二十岁 你会参加太阳化吗 这是一个有点敏感的问题 在同学的面前 我会参加 但是你要我真实地问我自己的时候 我会问说是 我参加的目的在哪里 那么我会问我自己说 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是来参加一个嘉年华会 还是我真的有一个非常强的desire 如果我们惧怕中国 那我的问题 我现在就讲诗变了 如果我惧怕中国 那么为什么我们台湾所有的产业 都在依靠中国的时候 却没有人讲话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还在 还不愿意走向世界 在那个当中国还没有产生的时候 我们都走向世界 可是当中国开放了以后 我们都走向大陆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既然如果我今天要参加太阳花的 一个先决条件是 如果我是因为恐共的话 那我有没有能力让自己挣脱 那么挣脱就是我要走向世界 那么这个是一个最现实的办法 那么如果我不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如果我想到这个 我隔壁是一个这么大的大象 一翻身就可能把我压垮的 那么我怎么样能够借力使力 让我能够跟他保持相对的和平 但是却让我可以走向世界 那么因为他可能会变成我一个障碍 那但是如果我不懂得借力使力 那么我只求让利 只等待他给我更好的条件 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检讨说 拜托你 你给我的条件不必太好 你给我的条件我要有能力 可以走向世界的跟每一个国家 谈谈同样的条件 同样的合约 我依然可以生存 而且我依然能够被认同 那么这个时候才让你真正的 找到自己可以站起来的力量 请大家给严先生掌声 谢谢大家